哈囉,你有聽過泰賀滋水嗎? 聽說喝了可以治百病、抗菌、抗輻射 甚至可以變成透視眼 美國、中國、日本都花超多錢研發 讓我們來深入了解一下吧! 這次我回台灣發現台灣真的超多 奇怪的健康產品廣告 其中引起我注意的就是泰賀滋水 我們今天開門見山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是騙人的 誰買誰就要智商稅好嗎? 泰賀滋這個東西說穿了就是電磁波 它是電磁波的一個波段 在可見光之後微波之前 所以我是真的搞不太懂 為什麼大家很害怕微波爐、電磁爐、電磁波 卻是搶著喝泰賀滋水這種電磁波水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但泰賀滋是真的很重要的 它可以拿來檢測地溝油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可以透視 所以不只可以拿來看裸女 還可以拿來做安檢、檢測半導體的晶片 甚至應用在一些藥廠等等的藥品檢測 除此之外,META的元宇宙 也會需要泰賀滋的應用 所以可以說是商機無限 誰掌握了泰賀滋,誰就掌握了未來 搞不好下一支像Tesla這樣暴漲的股票就是泰賀滋啦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日本、中國都花超級多錢在泰賀滋的研發上 那今天為了讓我們更徹底了解泰賀滋 我們找到了長期研究泰賀滋的清華大學楊上華教授 教授啊,到底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泰賀滋的健康商品 是不是真的用了可以治白病啊?超多人在賣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因為我在看市面上有什麼泰賀滋水啊 泰賀滋能量磁石、能量環 我還聽到還有這種泰賀滋蓮蓬頭 它可以噴出很厲害的泰賀滋水 如果是以科學來論證的話 我認為是完全是假的這樣 所以實際上泰賀滋到底可以做什麼? 它就是電磁波的一個波段 它就跟微波、光、紅外線是一樣的 每個電磁波的波段都有它自己特殊的應用 那比如說像我們自己實驗室做的泰賀滋研究呢 我們可能會在做透視啊 做超感知啊 然後做藥物開發、精準農業 還有全世界在談的六局通訊 可以做透視跟超感知 是有透視眼可以看裸女的意思嗎? 的確是可以看到衣服底下的東西 那當然也可以做其他的應用 衣服底下的東西 其實現在已經有一些國家用來做安檢 中國啦、美國啊、德國 都有在做這樣 像中國他們也公開展示了 然後做出泰賀滋的透視儀器 那他們有說他們放在新疆 也放蠻多的這樣 在YouTube上面都有展示 因為看出來它這不是可見光的 所以照出來的東西算是透視 可是是黑白的 所以其實也沒有那麼肉欲這樣 之所以可以拿來做透視 是因為泰賀滋不太會被我們的衣服吸收 也不太會被塑膠、皮革、行李箱這類的東西吸收掉 因為這些東西都會阻擋可見光嘛 這就是為什麼你只看得到衣服 看不到我的裸體 但是泰賀滋就不一樣了 他可以穿透衣服這一層 直到我的肉體上面才停下來 這就是為什麼可以拿來看裸女 而且很適合拿來做安檢 之所以可以做到這樣 是因為水分子共振的波段 差不多就在泰賀滋那裡 那人的身體裡面有非常多水嘛 所以泰賀滋光照到人體之後 很大一部分會被吸收 所以他雖然可以穿透衣服 卻沒有辦法穿過人的身體 最後是為什麼在安檢下面 可以看到清楚的人體 那雖然這種泰賀滋安檢 在中國的應用很多 不過在台灣這邊比較常見的 還是拿來做半導體的檢測 以及毒品查器 比如說像有一些合作對象 他會找我來看晶片的檢測啦 他們晶片已經做好了 可是裡面可能會有一些瑕疵 可能是會有一些引列啦這些東西 那我們可以去看到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一些毒物啊毒品的偵測 比如說用泰賀滋光一照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是毒品或者是它不是毒品 雖然在外觀上看起來都是一樣 除此之外也可以拿來檢測地溝油 甚至其他食品安全的應用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每一種化學物質 吸收的泰賀滋波段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在泰賀滋光的照射下 就可以很輕鬆地分辨出來 它是哪一種食用油 所以可以拿來看橄欖油純不純啊 這一類的 或者是呢 因為地溝油、工業用油 這些廢油都會有比較多致癌物 這些致癌物吸收的波段 跟一般的食用油是差非常多的 所以泰賀滋光一照 就可以看出這油是不是地溝油 不過很可惜的是 泰賀滋現在還沒有很好的商品 可以讓我們在家檢測 不然多安心嘛對不對 還是得送實驗室 之所以會這樣的原因 是因為泰賀滋光其實很難產生 其實主要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 泰賀滋光它不夠亮 那不夠亮的話 其實你就很難去做後續的系統 和後續的應用 我們實驗室是有開發出 全世界最亮的 輕巧的泰賀滋光源 那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是 泰賀滋的儀器現在都非常的龐大 而且昂貴 所以說也不容易搬出實驗室 重要的課題就是 怎麼樣把這個昂貴 數千萬的這種儀器 把它圍縮到手持室 或者是做我們所謂的SoC System On-Chair 做到跟晶片一樣大小 能夠被穿戴 安裝在很多的傳統的機具上 不過泰賀滋的應用其實還有很多啦 比方楊教授的實驗室 就有在跟台灣很多廠商合作 發展很多泰賀滋應用的領域 比方說可以拿來看西瓜甜不甜啊 或者是發展成穿戴式的機器 你把它放在身上 就可以拿來測血糖 可是剛剛不是有提到 泰賀滋就是一種電磁波嗎 那你把電磁波裝置穿戴在身上 會不會對人體有所傷害 說實在大家不要怕電磁波 手機在用什麼打電話都是電磁波這樣 其實電磁波要傷害人體 有兩個必要條件 首先是這個電磁波必須要夠強 再來是它的共振波段 必須要你的人體可以吸收 所以說實在話 大家真的不用太害怕電磁波 很多人每天用手機講電話 可是卻很害怕微波爐電磁爐散發電磁波 這個在我看起來就有點像是 每天吃麥當勞的人 害怕沙拉有熱量一樣吧 我們現在的泰賀滋的能量 其實只有NanoWatt到Microwatt級別 這個能量是多小呢 這比你把手機這樣拿起來 再放下來的能量都還要小 所以其實這根本就不會對人體造成任何的傷害 除了以上講的這些 泰賀滋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運用 就是6G 現在臉書的Meta元宇宙非常的夯 可是如果你有看發表會 你會發現裡面那個人偶啊 就是假假的很簡單 跟Ready Player One電影裡面 那個很精緻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的5G技術 其實不能夠傳送那麼大量的data 而我們如果要做出一個逼真的虛擬世界 像是電影裡面那樣 那我們就要非常非常大量的數據 才有可能做到 所以現在的5G技術是不太夠的 而泰賀滋如果發展起來 人類就可以正式進入6G的世界 那個時候就可以像電影裡面一樣 在3D的世界裡面工作上學 一起創作藝術完全不用出門 那種電影上面很常會有那種 一個人突然跑出來 泰賀滋技術或是6G技術 是可以去做為他們的基礎 因為我們講的元宇宙 其實裡面會有很多content 它要有這麼多的影像 而且沒有延遲的去架構出 這個虛擬世界的話 需要非常非常高的傳輸速度 所以說會需要用到 未來泰賀滋的通訊來做這件事情 聽起來好像有點難以想像 不過我相信以前的人 也不會想到我們可以像現在這樣 只靠視訊會議來上辦對吧 元宇宙這種3D虛擬世界 一旦發展起來就是商機無限 這又是為什麼現在Google 臉書等等科技巨頭 都在努力地研究AR VR 今天就是想要告訴大家 泰賀滋水就是個智商稅 請大家不要再買了好嗎 而且呢 我發現台灣真的很多奇怪的商品 那我不太可能用影片一個一個去追啦 我大部分可能就更新在我的IG跟Facebook上 那喜歡這影片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按讚分享給我一點鼓勵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